烏塔菜的营养价值丰富 每100克鲜叶中含维生素C高达70毫克 钙180毫克 大家好,我是CrazyChinawoman 欢迎您来到我的有机菜园 今天我们种烏塔菜 烏塔菜也有人叫它维他命菜 烏塔菜的叶片比较肥嫩 可以炒吃,做汤,凉拌,营养丰富 它是一种具有食用价值 还有观赏价值的蔬菜 它比较耐寒,不耐热 温度在18摄氏度到20摄氏度之间 是它生长的最适宜的温度 烏塔菜可以直播 也可以育苗移栽 一般三天左右就可以出小苗了 然后呢,我们用这小芭蕾 这样的,混一下和这个土 把它喷湿了 很快出苗 三天左右就出苗了 因为它长得特别好看 所以我们种在这里边看一看它会长出来什么样子的 既可以吃,我们又可以观赏 然后就把这个撒两粒就行 把这个和土混合好的种子 就这样就行了 但是这个下面没有眼对吧 所以我们就不要把它放在外边 否则的话下大雨了会积水的 这是三天的时候小苗就都出来了 然后我们就开始可以建苗 像这个离得太近的 我们就可以给它建一下 如果你想留的话呢,你就用铲子把它挖出来 等它再长一长 别忘了浇肥水 Compost tea 这就足够了 不用吃什么淡定甲复合肥啊 那个我都不吃的 慢慢的,小苗比较小,比较嫩 保持湿润,它很快长的 芭蕾的距离呢,稍微要大一些 你看这个就是一个星期左右就这样了 乌坦菜的生长习性和白菜类似 喜欢温良的生长环境 耐寒能力比较强 能忍受耐零下8度的低温 看种在花瓶里的也长大了 乌坦菜对光照比较敏感 光照太强,会造成纤维含量增加 静节深长光照不足 会导致乌坦菜土长品质下降 有关种植乌坦菜的分享就到这里 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